我们就试着沟通 那 不全都觉得 现在的社会 对人对事对物 可能觉得已经很好了 可是还是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没有办法去做到人人满意 那一定会有人喜欢你 会有人不喜欢 但至少没我们做到 那我们的精心精力 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典型 那可能有时候 做得不够好 那可能是自己想太多 那起了烦恼心 所以我们又是要有隐藏心 要懂得学习方向 就不会想太多 那我们都说 一个家一副金马 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家家有家家的故事 百百万万我们听不完 也说不完 因为大家的 大家遇到的姻缘 姻缘都不一样 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天下最不能等待的就是孝顺 所以呢 大家要珍惜父母在的日子 我们说 恕于敬而豐富之 育养而亲不但 那像后学的父母亲都不在 你要想要孝顺也不可能 那后学呢觉得 陪伴很重要 后学觉得老人都很孤单啊 因为你看大家 室农工商都很忙 那现在很多 很多都是一间房子 有没有 大大间 那家里只有 只有那个 爸爸妈妈 就这样 两个老公有没有 这样对对看不错 所以不论我们年纪有多大 父母呢 父母亲都会当我们是小孩子 那都会想要我们小孩陪在身边 那不在身边的长辈呢 他就会有关联 所以呢 我们有时间了 就要 有空就回家看看 那不行的话 就是打电话嘛 用视讯啊 这个都很方便 就会有关联 谢谢观看